英国人 英国人 你们这是 大家 王爷 都验完了 王爷 我能先问你个问题吗 但说无妨 这老民死者和冯尚书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这么问 我今天看冯尚书的时候 发现他右侧眉骨的位置上有一处伤 是一处拳脚伤 一般来说这种伤是不足以致人死亡的 而且那道伤在他死之前 已经很仔细地上过药了 我刚才检验那两名死者 发现他们头上差不多的位置 也受了一样的伤 那这道伤是如何来的 你可看得出来 这其实不是一道伤 是两道伤 两道伤 嗯 前面一处后面一处 我也说不好是怎么弄的 不过我可以试试 我为凶手 你为死者 行吗 我就当那个落水的死者 他的身上伤处最少 看得最清楚 好 右手小臂内侧 有一道击打伤 应该是被拳头击打所致 左肩甲骨处有一道瘀伤 是撞在平滑的硬物上 右手小臂接近腕骨处 有一道瘀痕 左侧眼窝处也有一道击打伤 右侧后脑有一道撞击伤 你们这是 打架 这么说的话 他们临死前都与人动过手 而且与他们动手的人 都着意击打过他们面部 几乎相同的位置 不可能 不可能吧 逢借一个年余五旬的三品尚书 跟谁动手 再说了 那户部主是刘月 可是很多人看着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 不治身亡的 他那头上的伤兴许是坠马摔的 不是 一定不是 他头上的伤比他坠马跌落的伤药早 还被伤过药 肯定不是骑马时摔的 而且 人的眼窝是向里凹的 是人脸最低洼的地方 就算摔倒时脸着地 也很难能摔到那个地方 我之前也说过了 他眼窝那一处伤 是被拳头击打所致 可不是在地上磕的 你的意思是说 挥在脸上的那一拳 是他们三个共同的致命伤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他们三人头上差不多的位置 都有一前一后两道相似的伤 以他们的身量和伤情推算 打伤他们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不过 他们是不是就因为这道杀而死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可能啊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刘悦 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他 听说那天一群人策马行列 他们都张公追着一只兔子 他左腿处和肋骨处都有骨折 鼻道出息 应该是鼻梁伤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